二屋戰爭衝擊全球能源 以及糧食供應鏈 行政院昨天晚間表示 再度延長調降營業稅 關稅 貨物稅到六月底 而民生用的天然氣 桶裝瓦斯 在六月底前不會漲價 受到二屋戰爭衝擊 國際能源和物資價格高檔波動 行政院為了穩定民生物資 減輕業者營運負擔 二十八號晚間宣布 再度延長調降營業稅 關稅 貨物稅到六月底 因應國際原油價格上漲 今年二月七號加碼調降 汽油每公升調降兩元 柴油每公升調降一點五元 原本預定到四月底 延長調降到六月底 行政院也指出目前國內已掌握 黃豆 小麥 玉米 未來四到六個月所需貨源 都以下單 供應無余 為了確保國內價格穩定 小麥機動調降關稅及進口黃豆 小麥 玉米 免征營業稅 延長兩個月到六月底 考量國際牛肉 奶油及烘焙用奶粉 價格持續維持高檔 國內餐飲及烘焙業漲價壓力大 因此小麥 奶油 無水奶油 烘焙用奶粉 牛肉等關稅減半 同樣延長到六月底 由於國際煤礦價格持續上揚 讓水泥生產成本上升 為了減緩營建成本壓力 水泥貨物稅減半 也延長到六月底 政府啟動第三波穩定物價措施 包括民生用天然氣 桶裝瓦斯 都維持到六月底前不漲價 記者鄭偉仁 中間剛綜合報導